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为了抢救失业率 劳动部去年在新竹市 规划创新的就业服务中心 以闽南语谐音的甲陶罗为名 设立了一个甲陶乐学习主题馆 劳动部长潘世伟 昨天立临开幕剪彩 他说要帮年轻人做好准备 顺利进入职场 劳动部长潘世伟 穿上红色披风扮演校长 和小朋友一起体验教育剧场 当媒体问到失业和清贫问题 潘部长还一时口误 将失业率下降 长成就业率下降了 我们现在就业率一直在下降中 上个月已经4.03了 所以事实上是过去十年来 算是最好的数字 而且就业的机会 现在也越来越增加 所以年轻人只要有准备 重点是他有没有准备 那像这样一个学习款的目的 就是让年轻人有准备的过程 他知道如何去准备他资质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根据人银行数据统计 台湾七成以上民众自认清贫 年收入新台币三十万以下的 高达百分之五十八点四 三十一至五十万元 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九 五十一至八十万者 仅百分之十四点四 当然会有帮助 年轻人如果有工作就业机会的话 他相对轮入到贫穷的机会 就相对是少的 所以让他有工作机会 是比较重要的 一楼虚拟职场体验 透过互动式软体 让这位小姐了解饭店服务业 是否适合自己 还可以让学生体验当机师 开飞机的感觉 二楼则规划面试技巧 造型师讲座 还有专人教导如何撰写履历 三楼就是帮助民众 找工作就业服务柜台 跟其他就业中心不同的地方在于 我们现在的就业服务柜台 是采用包厢式的 您可以看到后方的这个玻璃隔间 我们是希望说给求职的民众 一个隐秘的空间 让我们的救服员 可以有一个单独 而且私密的一个场所 来让那个求职者 可以接受就业咨询 职业起航就业乐航 劳动部第一座全民终身 职业发展中心启用 希望让学生先了解 未来职业方向 增加就业潜力 后续成效 备受关注 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秋霞 台湾新竹报道